《施政報告》 昨天推出的《施政報告》 題目叫做《繼網開來》 其實這份《施政報告》 真的改名的名字 我覺得 裏面差不多都是 一集過去做過的事情 即是繼網 沒有什麼新意 交了一份功課給我們 知不接受心理 不知道 不過我可否不接受 你不能選擇不接受 對 整件事我都不知道怎麼發生 即是他繼網開來 很明顯繼承了以往一些不好的習慣 繼續開放一些不好的未來 是的 所以改得很好 可能貧窮的繼續貧窮 貧富差距嚴重的繼續嚴重下去 市場失衡 我們繼續失衡 若細社群缺乏照顧 繼續缺乏照顧 還有繼續要生育 是的 是的 其實你剛才也說了 譬如有很多不好的過去 然後又繼續成就著不好的將來 究竟你在施政報告裡面 怎樣看到一些不好的過去呢 好 他其中 我要找一下 真的不太熟 有的 第八十二點 今年落實法定最低工資 和推出交通津貼 有助提高距離收入 在一個成熟 自由開放奉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 貧富差距難以徹底消除 長遠而言 是要靠投資教育提高社會流動性 以減少誇代貧窮 很明顯 整件事繼續要奉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 如果真的要奉行的話 也會覺得貧富差距難以徹底消除 要問一件事 就是 你作為一個特首 有沒有問過整個香港社會 或者有一個共識 我們接受一個怎樣的貧富差距 才可以呢 如果假設貧富差距難以徹底消除 那怎樣的貧富差距才可以呢 那誰做貧富呢 是 我想現在經常都在說 我們在說貧富懸殊 我們就說貧富差距 可能差距當然有些 不過現在的差距很大 所以我們覺得很懸殊 他現在好像偷換了一些概念 現在是差距而已 我們其實一直都在說貧富懸殊 香港 還有他背後也在假設 香港是要繼續做資本主義的社會 是 這個是否基本法規定了 基本法規定了 可以這樣規定的嗎 可以規定這個社會是要這樣做的 是 其實現在 應該這樣說 世界各地都有很多資本主義體系 是 我又不是很見到各個國家 各個資本主義體系的貧富差距這麼厲害 是 香港很極其大 還有香港整個貧富差距是0.5幾 是 0.5幾 是 完全是第三世界的 坚尼係數 的數字 是 發達國家不是那麼高 是 其實譬如歐洲 譬如德國 一些北歐的國家 他都不是社會主義體系 或者共產主義體系 是 所以他今年會落實胎痕一個叫 鼓勵大家生育 有關的事 鼓勵大家生育 鼓勵大家生育 我們先回顧一下 其實就是 繼往開來入面的第56點 因此我們要鼓勵生育 今年財政預算提高了子女 他鼓勵你生育 免稅額 免稅額 以減輕父母 撫養子女的負擔 即是 怎樣鼓勵呢 就是 提高免稅額 這樣就鼓勵了 這樣 是 很有趣的 就是鼓勵生育 他整個假設就是 有交稅的家庭 透過減輕免稅額 就鼓勵他們生育 是 即是中產家庭才鼓勵 那基層那些又怎樣 有錢那些又怎樣 有錢那些又怎樣 找借種 不同 基層那些一向都不太鼓勵生育 因為 這個會變成一些小福的開支 他真的這樣說 是 其實最有趣的是 整件事就是 他講了一句說話 就是要鼓勵生育 然後 沒有任何措施 沒有任何配套 是 即是讓你繼續生育 我就打算不生育 其實 生育足球隊都怎樣算 是 有訓練場 是 甚麼都沒有 但現在 甚麼配套都沒有 只是說 我減你幾千元稅 一年 然後就叫你 生育多些 還有 提高免稅額 加多幾千元 可以做些甚麼 是嗎 是 買奶粉都不夠 現在的奶粉錢都非常貴 是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整個鼓勵生育的就是 有沒有這個氣氛 還有有沒有這個條件 是 譬如現在很多 其實社會製造了很多條件 令我們生育不到 譬如現在的公時十分之長 很多條件令我們是今天被人 十分之長 然後我們吃的食物 很多時候都有毒 不知道為甚麼 是 其實都會影響精子 即是 即是 就算有時間做愛 也要精子健康才能生育 還有你說做愛 就是整個 曾蔭權 又叫香港做一個城市經濟體 城市經濟體 顧名思義的就是 如果用香港現在的狀況 就是大家回八個小時工 然後放了工之後 就很合理地要去加班 加完班之後 可能跟朋友吃了一頓飯 然後回家睡覺 早一陣子也有一個調查 說 這些發達國家的夫婦 做愛的頻率 香港也挺低的 是 這樣上班時間 整個城市經濟體 怎樣有這樣的空間 去到兩夫婦 真的有性行為 發生去到生育 即是機器嗎 大佬 說就說就說就有 也挺累的 大佬 還有 那生育後 你節省了免稅額 譬如 現在讀書 最簡單的就是 我不只要讀書 要讓小朋友參加很多 其他班 其他興趣班 其他可能要去旅行 其他經歷 其他遊學 然後再發展下去 這幾千元的免稅額 是否可以幫到這件事呢 第二就是 好 小朋友剛剛出生 你給我多免稅額 我還要上班 雖然今年 施政報告說 公務員有男士的市產價 但是作為一個家庭 如果我用家庭去看 那父母 他們怎樣分配他們的工作 以至他們可以照顧到小朋友 好了 前而後白的產價 放完產價之後上班 那上班 那一段時間 誰會看小朋友 說的是自己的親戚 親戚不到的就是請工人 請外傭 請外傭也是要錢的 親戚也是要錢的 再下去教養 教養的支援是怎樣的呢 難道是他後面這樣說 真的很不熟 後面怎樣說 為支援暫時 未能得到家人適當照顧的 兒童和青少年 我們一直透過非政府機構 提供不同類型的住宿 照顧服務費用全面 即照顧不到就去住宿 住宿 真的 還有 曾經開航過社區保母 即是那些18元那些 18元一個小時那些 那成效是怎樣的 當然機構或實行企商會很成功 但是牽涉到很多 照顧責任的問題 小朋友病了 爸爸媽媽在所難免 可能會有些怨言 但是這些是很難處理的 是 另外的就是 最重要是 究竟他鼓勵生育 基層記是怎樣的呢 譬如 當他面對著小朋友要出生 他在一個基層的環境長大 申請書報津貼 但我們又會見到 在 第一百二十二點 學生只要檢討一段仔 社會關注專上學生貸款的利息和還款安排 展開了免入式審查貸款計劃的檢討 這是給大學生的 但是中小學生的書報津貼呢 去年加了 但是去年加了 都是處理不到買書 學校的集費 是 是 有團體做過這樣的研究 發現了 支出是處理不到的 是 其實一向這個書報津貼 講開又講 一向制後都很重要 書報津貼現在計算的津貼 還在用紗膠 不是用這個圖改液 不是圖改帶 我想沙膠 我也十幾二十年沒有用過 他可能不會猜到有人寫錯 是 是 千萬不要寫錯 寫錯 用得多些 這些 其實對於生育 都很重要 譬如你剛才講到 要學習 然後講教育 甚至乎是照顧的問題 還有 譬如 婚姻制度 譬如 擔保父母不會離婚 如果離婚 其中一個要照顧小朋友 單親家庭 爸爸也好 媽媽也好 工作和照顧如何安排 新育組就選不通 似乎 一直以來整個配套都沒有處理 再下去 整個施政報告潛藏 就是說 家庭原來是一個照顧的單位 家庭是一個 作為一個人 一個生長 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單位 但是這個社會單位的支援是怎樣的呢 難道就只是透過 婦女事務委員會 給婦女的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支援婦女的學習需要就能處理到 還是 103點這樣說 就是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為市民提供預防 支援和補救性家庭福利服務 那是甚麼呢 即是怎樣呢 這些經常都會在施政報告會見到 那 其實他在說甚麼呢 經濟有一大段 你不要發現 比重很不同 經濟他解釋得很仔細 可能和一些福利服務有關的 一句很不清楚很不清晰 再下去 長轉福利規劃 更加都是不清晰不清楚 那究竟整個政府是差 不懂得去處理 還是政府是不想去處理 還是怎樣呢 所以 其實 都很好 只是說一點鼓勵生育 其實都見到他 都沒有甚麼交足功課 即是 又是繼往 繼往就是 其實 鼓勵 鼓勵措施只是說一句說話 我鼓勵你 阿森你多生一個 如果我住劏房 如果我住劏房 我都不好意思生育 我不好意思生育 不是我覺得我羞愧去生育 而是那個空間根本不 不用他生育 我和我的太太有性行為 大哥 多麼不安全 多麼危險 一塊板不隔聲的 可能會被隔壁看到的 我怎麽放心生育 是啊 還有 曾蔭權好像說劏房 是不能全面取締的 所以如果是劏房 其實作為一個房子政策 其實這種房子政策 其實都不是鼓勵生育 換句話說其實是分類的 即是哪些人是生育 在施政報告是覺得哪些人 是不應該生育的呢 就是劏房 基層那些最好五毛山 你有錢的 中產的 或者是可能你可以借種的 就去生育多些 那些要生育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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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但是那些人又 就是 你免稅又沒有什麽用的 你不是說一句 我鼓勵你生育就生育 那些人你怎麽樣鼓勵到他 即是你叫我生育 你叫我也不是馬上生育 其實整件事真是很有趣 究竟 他又不是鼓勵基層 中產 或者一些比較有錢的人 其實 他不是憑你一句話說到 即是你猜真是 官商勾結得這麽厲害嗎 他沒有官商勾結的 從來都他們說沒有 是的 所以 所以 如果是這樣的話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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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節我們講了這個 生育的問題 生育 我也想生育 或是生育多一點 我也要 其實 我們下一節 嘗試再講講其他問題 因為 其實這本書很厚 二百多點 是的 但是 即是 他怎麽樣 計往開來的 每點都不中湯 是的 或者我們可以下一節再看一看 好 又回來我們第二節 論進社福界 剛才就講了生育 和生育 生養的問題 是的 說得很開心 不如又看看 施政報告裏的青年人是怎樣的 是的 青年人 其實 都是面對著你剛才說的那些 學習 教育 房屋 醫療等等的問題 那施政報告呢 其實 都特別就著青年 好像都說了三點 即是 如果他很明顯 很清楚很明顯的 很清楚 104 105 106 包括搞青年外展服務 然後搞單身青年宿舍 以及 繼續青年臨時工作的職位 是的 其實挺好的 搞這三點 其實挺正的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年輕人 申請不到公屋 是的 是的 因為第一 資產限額的問題 所以其實申請到 第二 就是公屋是計分的 如果是單身的青年人 其實有些人說 其實在講十幾二十年 都不會申請到公屋 所以他們住哪裏呢 施政報告要解答了這個問題 第一就是他可以選入劏房 是的 因為劏房不應該馬上除替 第二他可以試試住這個單身青年宿舍 是的 你記住 十八至三十歲就可以入住這個單身青年宿舍 是怎樣才可以有資格住的呢 是的 第一要單身 是的 單身嗎 是的 十八至三十歲 他剛才又要鼓勵生育 單身 是的 那你可以在其他地方發生 在其他地方 可以照顧生育 那怎麼辦 是的 其實原來都不太配合 這些單身青年宿舍 其實 我想 和你的生育應該要分開一點 而且 基本上他不是鼓勵 基層年輕人生育 是的 他鼓勵一些有錢人生育 基層年輕人沒有地方住 當然是住劏房或者住宿舍 所以這些人就不要生育住 但是住宿舍和住公司很不同 當然很不同 其實住宿舍 第一 大學 我想我跟你都住 你有沒有住了宿舍 我沒有住過宿舍 我就住了宿舍 是怎樣的呢 宿舍是限時限刻的 你不可以 你可能幾點圈蛙 幾點去看電視 還有 還有 會不會限制說幾點洗澡都不行 這個 也未必 不過如果你的隔離房 可能不通氣的話 可能會有這樣的風險 還有 宿舍 可能不太讓你帶朋友上去過夜 當然是單身青年宿舍 你帶朋友不是單身 是不是這樣 甚至乎坊間 其實有些宿舍 就是 可能你過了某段時間 就不可以進去 譬如我知道 有些露宿者的宿舍 可能過了11點之後 就不會開門 所以 這個單身青年宿舍 會不會都變成這樣的一個宿舍 其實 這些宿舍 其實是不是都 就是阻止青年人去發展其他方面 譬如社交 或者我要發展我的 興趣 其實這些宿舍 你猜有地點選擇嗎 譬如我想在屯門 即如果真的有青年宿舍 我想在屯門住 不知道屯門會不會有的呢 現在屯門應該沒有 還有 他要看他撥地 這些撥地的問題 就是 又不知道會不會地區的人士 又有反對 你知道地區人士 現在又有反對公屋 不知道為甚麼 真的不知道 那現在 青年宿舍 會又反對呢 你知道居門住宿舍的人 可能 但是 單身青年宿舍 你認為 他是怎樣處理 這個青年住屋的問題 需要呢 這件事就有趣了 其實坊間 開始說多些青年住屋問題的時候 他就突然間說這個單身青年宿舍 其實你可想而知 他可能都面對一些政治壓力 所以他一定要推出一些 紓困的措施 但是公屋 又反而不起 因為公屋 一定規定住 萬五個 雖然也不太明白 雖然是 但是青年人又好著需要 連十幾十年都排不到 唯有推出這個單身青年宿舍 最有趣的說法就是 原來非政府機構 都關注這個問題 甚至乎 都鼓勵有這些青年宿舍 昨天新聞 我都見有些青年服務的主管 都表示說 很歡迎這些宿舍 我其實有些不太明白 我們當然想有一個 一個房屋 其實想是一個比較適切的 甚至乎是安全 和穩定的居所 我們經常都想有這些居所 其實一說到宿舍 你就覺得是很不穩定的一件事 很暫住 好像寄人離下 然後我們 也不知何時 可能我們又要面對婚姻 的問題 或者生育的問題 其實這些宿舍 又不是很 比我們這些空間去做 而且你一到三十歲 很糟糕 要搬走 其實他是不是 假設你一邊住單身宿舍 一邊就排公屋 這樣呢 其實排不到的 因為單身 剛才說過十幾二十年 你三十歲 都一定申請不到公屋 除非你是單身的老人家 你就會容易申請到 可能真的做到三年上樓 其實如果是這樣 這個措施是處理什麼問題 我想是處理政治壓力 以及 也不知道是否在滿足社福機構的要求 其實我也不太明白 為何會搞這些宿舍 青年人都真的很想住青年宿舍嗎 我想如果我去旅行的話 我會願意住青年旅館 要去旅行 其實那些年青人 究竟是否當年青人是一個公民 還是當年青人是一個旅行家 在香港其實是暫住的 我們去旅行 隨時會搬的 隨時到處去的 會居住一下 如果是這種形態 單身青年宿舍很適合 我覺得 隨時走的 隨時進來的 對 非常正 但我不知道有什麼資格 例如18至30歲 殘疾是怎樣的呢 養狗可以嗎 對 譬如我有寵物 通常宿舍都不給 對 所以養魚又行不行 但是養人呢 養人仔呢 養鬼仔可能看不到 反而可以 如果 你說笑而已 但我想剛才你提過 原來劏房都是政府的政策之一 為何你這樣說 他寫明的 他說劏房不能夠取締 看一看 哪一點 第20點 社會大眾關注樓宇失修及遷建問題 也關注劏房現象 無疑劏房關乎樓宇安全 但同時也未符合上樓的資格的基層市民提供居住的地方 劏房不能一刀切的方式去全面取締 所以劏房有一個社會功能 就是幫一些未合資格上樓的基層人可以先住 這是政府刻意的房屋政策 劏房 或者是市場供求的一個所謂市場非常利活 你這樣說很合理 他在第12點說 我重申 政府在房屋政策上有以下基本原則 第一 我們房屋政策的目標是確保所有香港市民都居有其所 可以啊劏房 成功了 即是他的政策 居有其所 他說居有其所不是適切的 或者是安全穩定 就是 很配合到你需要這些 只是說居有其所 如果露宿就不行 有瓦遮頭也算是可以的 即是我露宿但我有瓦遮頭 例如文化的中心位天橋底 都有瓦遮頭 都可以的 這個是不是叫居鎖 劏房都說是居鎖 那些應該沒有理由不是 其實樓梯底那些我猜應該可以 那這份司政報很成功 其實 所以其實劏房已經符合了香港一個 一個房政策的既定目標 是啊 所以如果劏房都可以的話 給你宿舍就更加正 對不對 很大的恩典 是啊 簡直是 一隻黃恩浩檔 起宿舍 是啊 所以 剛才我跟茶餐吃早餐的時候 有幾個事應 有幾個姐姐和廚房師傅都說 很簡單 解決房屋問題 要住而已 建公屋就可以了 即是 即是 是不是這些想法太膚淺 所以不建公屋了 不建那麼多公屋 即是不加快這個輪候 即是你不對的話 我就建宿舍給你 又或者你去外面租住 我不會加快的 是啊 其實 這個形態都不太明白 其實公屋的市場 應該就不會影響你那些私人樓 那個樓價怎樣建 其實就不構成影響 但肯是就不建公屋 不過我唯一想到 就是如果建多些公屋 就會把地 即是 即是建公屋 即是 雖然市場沒有什麼關係 但其實就會用了一些政府的撥地 政府少了撥地的時候 其實就會影響了那個賣地的問題 即是 政府其實現在很依賴賣地去賺錢 如果建完公屋 即是除了讓你那些人有得住之外 就會影響了賣地的成績 或者政府會少收入 這樣 這個 我想我是唯一想到 第二 如果建公屋 就是劏房市場 應該就會 沒有了 沒有了 那些私樓的炒賣 那些租金怎樣攀升 就做不到 很不抵 是 是的 地產把握權 又削弱了他的力量 所以 建公屋 政府真的是用心良苦 都是15000個 五年75000個 其實 其實 以前房屋 有長年規劃 為何不做 現在 也是 即使董建華的年代 我們可以看這份私樓報告 其實他這樣說 其實每一年的建樓量 都成四萬五萬 是的 為何現在 萬五就足夠 是的 真的很神奇 還有當年 八萬五 經常都將藉口推壞 因為八萬五 所以就推倒樓市 但是 曾蔭權說的 其實兩三年之後 都成十萬 單位 會興建 工營和私人加起來 那麼多 也不會的嗎 是的 所以 真的 不太明白 是的 這個公屋 起萬五 然後 他整天就說 讓你知道 是可以三年上樓 但是 其實這件事 是很大的欺騙成份 即是你 是怎樣的呢 是怎樣欺騙呢 如果你有 即是一個 即是可能一個家庭 可能有 可能 你至少兩三個人 即是一起去申請 那沒錯 這件事真是 是三年可以達成的 但是問題 現在在說 即是我們青年 很多人都辭婚 是的 接著 可能 即是 可能都不想和家人住 開始想過一些獨立的生活 是的 其實 公屋的申請 應該是 三年是必定上不了的 是十年都上不了的 即是不要說三年 是的 所以其實很嚴重的問題 即是 我們有很多人想出來獨立 去 即是有自己空間 是的 因為社會進步了 即是我們都不想 即是 即是我們越來越想獨立些 家庭的形態 越來越細小 是的 即不是以前那種大家族 十幾人住在一起 是的 我們越來越想細些 但是好像政策上面 就不是這樣配套的 是的 如果你想有家庭 即是你自己住 是的 如果你結婚 我就考慮一下給你一間公屋 如果你不結婚 你住住劏房和宿舍 是的 是的 這件事都 即是挺離譜的 即是這個 繼往開來 即是 即是 甚至繼往都不行 即是如果以前 我們說有建屋規劃 現在 是的 現在沒有了規劃 是的 即是萬五個 求求其其 這些萬五個 合理性在哪裏 以及他每一年 以往每一年都會做一個檢討 即是他 譬如他五年計劃 第一年 完結之後第二年 會做一個新的五年 是的 第三年又會做一個新的五年 換句話說 第一次的五年第二次 和第三次的五年 會有從業的成分 檢討之外 又會再做一個計劃 是 是 現在沒有了 沒有了 是否流行的 現在是潮流 這個潮流 也是曾蔭權所創的 不過這個潮流很大影響 是 不如這個我們留下一節再說 好 歡迎大家回來 論盡社博界 我們今天題目 繼往開來 剛才我們也語帶輕挑 主要集中說了 例如生育和青年住屋 那兩個議題 其實為何我們這麼輕挑 我看來看來看去 這年的施政報告 真的很悶 其實 承繼著以前 一些不太能做到事的政策 其實 好像年年都這麼多 今年又說派堂 即是那些一年 給多一個月津貼 免租兩個月 那些選運措施 其實 所以看來看去 也是 年年 所以我們很難再和大家 很樂觀地去看這個施政報告 唯有我們去諷刺一下它 令到自己都沒有那麼不開心 其實在施政報告裏 我想 都有一些 我想是一些民間 或者社福界 又或者一些 團體 一些 爭取成果 我想都要給一些 認同 這些 團體 是的 譬如我見 現在政府都在研究中 最低公時 雖然未 對不起 是標準公時 是的 這個標準公時 雖然還在研究中 但是 其實 都不能夠否定 其實 民間 在這個運動上面 是做了很多事情 現在政府 終於肯做多一點 就是研究一下 是的 譬如 僱員的事產價 即是男士的事產價 其實 都喊了很久 是的 其實 一些 歐洲先進的國家 其實在說 男士的事產價 可以有 一個月價 是的 一個月價 現在我們在說 有一個星期 是的 可能 雖然是少一些 但其實都是一些 爭取成果 不過這個事產價 只是局限在公務員 是的 是的 但不知如何再推展下去 是的 但其實 我想這一個 都是一個很好的 先例 至少 香港政府 做一個 比較有心的僱主 即是 他說了家庭友善 那麼久 終於做了一些 家庭友善的措施 是的 不過又是這樣 不過 但是 游泳市長者及其他年齡市民喜愛的運動 突出十五點 這個很搞笑 我們會推出公眾游泳池月票 減輕經常使用游泳池長者的負擔 同時亦可鼓勵市民多游泳 為何無端端說說市產價格這件事 這個怎麼爭取 怎麼爭取回來的 還有去年 去年才報告有一樣的措施 就是說 在地鐵車廂 地鐵站設立公共圖書還書箱 是 但是上個月才搞到 是 一年 這件事關不關民間團體爭取的事 就是搞了十一個月都搞不到 所以我們爭取下 就抵抗十二個月 但是他只有四個地鐵站 有得還書 是 但是 但是 件事放在市政報告去處理 但是只有四個地鐵站 還要搞一整年 還要還書箱 會不會有些過分了呢 是 據我所知民間沒有爭取游泳池的月票 是 是 究竟政府在想甚麼呢 在市政報告放了甚麼 不放了甚麼 是否就是 哪些民間團體 那個 抵抗力力大 就可以下去呢 還有最重要的是 見到裏面很多的措施 都是 很多矛盾 自己本身都是 剛才提過 新育 新育 新育這件事已經是 新育和住屋 這兩個大範圍 已經是各自有矛盾 那 他是怎樣去疏理整件事 怎樣理解整件事是需要的呢 是 其實阿森 我想你講了一個很好的重點就是 其實我們一向都說的施政報告 其實不是 純粹一些政治的交易 就是 哪個團體叫得大聲一點 或者 哪個社會議題強一點 就是 然後就放下去 然後大混雜 這樣 就放到施政報告上 其實我們 整天都說 其實一個施政報告 就是一個好的策劃 其實應該有一些 意識形態 有一些價值取向 放在裏面 那 即不是說 一時三刻 面對著政治壓力 然後你就很容易去改變了那些 思維方式 是 其實你 那 其實你 那這份東西 是不是沒有意識形態 又 即是 是不是那麼混亂 是不是那麼混亂 其實是很清楚的 他的意識形態 是 不過要找一找看看在哪裏 應該是第190多 192 貧富差距已變成結構性社會矛盾 處身全球化經濟和高端行業 公知持續增長 香港市城市經濟體 這中由全球化衍生的貧富差距 會更加突出 我相信這些問題是難以徹底解決的 但我們會用各種政策措施去緩和矛盾 然後 後面再提 其實我們要維持低稅率 是的 其實要大市場小政府 然後 公共開支的理財原則 就是不超過本地生產總值的20% 其實都是重經濟 輕民生 民生那些 就好像你剛才所讀的一段 就是政府的角色就是緩和瓦 是的 話說其實他是覺得 有矛盾存在是很合理的 也是很無我口非的 而矛盾只要不會再激化下去就可以了 所以他繼續維持一個矛盾 是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水平 是的 這個矛盾 是甚麼呢 我懷疑已經不再是官商勾結了 已經是官商同體 即是官商已經是大家混迷了一個共同體 大家一起去處理 已經不再勾結 勾結還說是有兩個不同的派對 同體就是 官和商業的人 視為一體 去推延政策 那想想一下又多合理 譬如如果 哪一處的社會矛盾 即是社會討論比較強 他就開始救火 救一救這裏 還有197.1說得很清楚 就是 對於宏觀規劃 介入市場 和帶有傾斜性的產業政策 我認為必須緊守 捕捉機遇和優勢互補的原則 再下去 跳過某些行數就是 香港是細小而開放的經濟體 又再次重新它是一個經濟體 不是經濟體系 我們無法改變世界大趨勢 即是我們很被動的 不能夠改變世界大趨勢 只能乘勢而上 這方面 企業家往往比政府官員更能把握先機 政府的配合工作 政府是配合企業家的工作 因為企業家是能把握先機 包括批撥土地 財政資助 促成企業配對及簽訂經濟協議等 目標是把自己擅長的工作做到最好 將已有的優勢盡量擴大 這就是資本主義所說的 甚麼是擅長工作做好 將最擅長剝削工作做得最好 將最擅長分化工作做得最好 將最擅長排斥工作做得最好 甚麼優勢盡量擴大 資本累積優勢盡量擴大 你有資本的再累積多些 沒有資本的不給你累積 所以面對著這麼多這些 因為剝削 因為不平等 因為被資本家壟斷這些問題 其實政府的說法就是哪裏有矛盾 政府去舒緩一下 緩和一下 還有他說第82點 過去數年香港經濟持續增長 但社會仍然對貧富差距擴大 但是有怨氣 說甚麼呢 就是我已經做了七年特首這麼辛苦 增長他之前有些數字說了 說這幾年經濟增長了55% 我做特首增長了55% 有貧富差距 你們不是都有怨氣嗎 他的意思是這樣的 原下之意是甚麼呢 就是你們不應該有怨氣 有貧富差距是合理的 因為帶動了55%經濟增長 如果沒有經濟增長 那又說而已 那又應該有怨氣而已 那如果換句話說 其實很一物相承 這麼多年來的施政報告 為甚麼是這麼割裂 這麼斷裂 這麼一次過 這麼派堂 這麼派遍的方式 就是 它是一個社會契約 那個契約就是我們要接受 香港必然要用資本主義去運作 沒有得去推翻的 推翻是不合理的 不合邏輯的 因為這個會影響香港的競爭力 是 很驕傲的 一個香港這麼小的地方 和一個美國這麼大的地方 在競爭力排人網都排第一 是 是 其實這件事 真的令人很難以接受 譬如剛才我們也說過 就算你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 其實也不一定是 貧富差距那麼厲害 不一定是剝削 可以這麼赤裸 是的 如果施展報告是一個社會契約 其實特首和我們 有一個合約 其實整件事 做一個合約 究竟距離這一年 是想做些什麼 大哥 最簡單的 買賣都要簽合約 那我和你做一個合約 你是否怎樣跟我們做合約 即是你 就憑這本文章 和我們一個香港市民 合約我們 希望我們有參與 希望我們有發展 然後希望我們一起幫忙 去推動這個 成熟 自由 開放 奉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 即是他怎樣的呢 其實現在那個契約 就是 有些人這樣說 其實就是 一些有錢人 有權力的人 主動去不守這個契約 本身的契約就是 我出賣我的勞動力 我幫忙去一起建構 你這個所謂的 城市經濟體 你也要給我一些 我生活到的 基本生活條件 是的 基本生活條件 有錢 有屋住 醫療 教育等等 即是 可以保障我 繼續可以在這個社會 都生存到 但是問題 現在那個契約 破壞到那個層面 就是那些資本家 以及一些政府 官商同體 主動令到一些 譬如基層市民 譬如很簡單 就是剛才提到的 青年人 即連住都沒有得好住 教育 即讀完之後 有甚麼新債 其實你破壞了這個契約之後 究竟我還用不需要搜這個契約 我還用不需要跟你繼續去捱生捱死 去跟你去打工 接受你這種不平等的對待 或者叫虐待 其實你都沒有當我是一個市民 公民 為何我還要跟你守這個契約 是不是應該好像華爾街 佔領華爾街 佔領中環 佔領中環 或者佔領地產商大廈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真的見不到有甚麼生機 整件事 整件事最不公義的地方 就是他說他很信任香港人 但是正正就是 香港人不同的群體之間 已經不再信任 譬如新聞報道很賣 就是新居屋的推出 立即訪問舊居屋的住客 我不知道怎樣稱呼他們 或者是炒家 他們就會說不公道 你透過政策 去製造不同人之間的不信任和矛盾 然後你告訴我們 你信任香港人 你信任甚麼呢 現在是令到我們香港人 很難互相信任 互相包容 即使Alan也提過很奇怪 原來那些人會反對棄公屋 這是曾蔭權過去那七年 是比董建華更嚴重更加厲害的 就是令到不同階層 那個分化越來越細緻 細緻到很多矛盾出來 為甚麼不建公屋 建公屋 原來是影響樓價 影響到那些人不能炒 賺少一點錢 食少一點魚翅鮑魚 是的 這樣就不行了 但其實問題就是 很多人住在劏房 很多人連想 有些基本生活的水平都達不到 影響你那些錦上天花是不行的 是的 所以他有一段 也很奇怪 就是他一搞動物福利 無故 是的 真的 又是不可明白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最後 我們的寄語是信任自己 即是曾蔭權 靠自己 曾蔭權說 叫大家這樣做 即是 不要信政府 不要信商家 不要信自己 即是 預期你靠一些公共福利 靠政府幫忙 那我為何要他做政府 是的 即是 我也不太明白 其實也要信任自己 不如他做政府 不如他 我們一起去做政府 不如我們做政府 是的 如果信任自己 應該我們去做特首 或者我們去做政府 應該是這樣的 整件事 是的 我覺得這一個 應該是七年來講 最大的祝福 即是他不是馬上叫我們去搞革命 是 即是透過這樣 間接鼓勵我們去搞革命 是的 是的 那應該要搞 那我們就要去搞 好 那談到這裏 我想遲些在革命的時候 我們會再見到大家 應該 今天論盡社福界到這裏 好 多謝收看 拜拜 他在 Geschichte 我們會做一篇 說不定 是 對 我們會做一篇 工作人員 做了